酒吧里巫女摇动着身体,气氛相当火热 一个胖大叔提着黑色的袋子进入酒吧 服务生和胖大叔递成交谈之后转身离开进入更衣室 原来是要进行毒品交易 这是一浅浮多天的警察叙事待发,等待最后的收网 巫女结束表演后提前进入更衣室 藏在衣架后面伏击了哪有毒品的服务员 原来巫女也是个瘾君子,没了毒品作为证据 警察的收网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巫女有一个邻居大叔不善与人交往 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 大叔开了一家当铺,经常收留巫女的女儿小米 小米经常会偷一些东西来大叔的当铺换钱 大叔也知道小米的境遇,索性不管小米拿什么 大叔都会尽量满足小米 时间久了,两人也不再是简单的邻居关系 而是更像一对关系亲密的妇女 小米知道大叔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经常跑到大叔家里蹭吃蹭睡 一个人的小米不再孤单 大叔死气沉沉的屋子里也增加了一份生机 这天,巫女来到当铺找女儿小米 顺势套出包裹 在大叔的当铺里当掉了一个崭新的相机包 画面一转,因为丢失了毒品的老大暴跳如雷 只能对自己的手下老二撒气 密集在三天之内找回毒品 不然就把老二和她的弟弟送到非洲到南京 此时另一边 巫女的男朋友因分赃不均 将巫女暴打一顿 为了止痛 巫女只能拿出注射器扎在脚腕上 让自己飘飘欲仙 小米看到母亲的样子 只好住在大叔的家中 受了气的老二也不是吃素的 作为黑社会头目 很快就找到了毒品的去向 立刻命令弟弟去取回毒品 弟弟很快就找到了巫女的家 并对巫女言行逼供 巫女说毒品就藏在相机包里面 已经卖给了典当行 小米在看到这一幕后不知所措 杀手在背后捂住了小米的眼睛 大叔回到家中 发现锁已经被撬开 看见家中的小弟以为是抢劫 于是假意掏出钱包 实则抢过了小弟的匕首 这时的小弟也意识到不是大叔的对手 立刻拿起手机向老二的弟弟汇报 弟弟立刻派杀手去查看情况 大叔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抢劫 小米母女二人已被绑架 为了二人的安全 大叔乖乖地交出了相机包 弟弟在里面找到了毒品 却没有放人的意思 而是命令杀手 留下了一部手机保持联系 从这一刻开始 大叔和小米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天大叔再次接到老二的电话 用小米来威胁大叔 帮他们进行交易 在兄弟两人的指示之下 大叔开着指定的车 到指定的地点取出东西 最后将手机扔在了垃圾桶 没想到最终交易的人居然是老大 大叔直截了当 逃出毒品 要求老大放了小米二人 老大一脸茫然 直到接通了老二的电话 姑子被警察团团围住 这才意识到 这是中了老二的圈套 一箭双雕的妙计不得不服 老大在一群小弟的掩护之下 从后门逃跑 大叔一直认为是老大绑架了小米二人 对他穷追不舍 甚至不惜直接撞车来阻拦老大逃跑 当大叔下车准备继续追击时 却无意在后备箱发现了五女的尸体 全身赤裸 内脏和器官早已经被摘除 随后大叔被赶来的警察抓获 成了兄弟二人的替罪羊 在警局里面的大叔一言不发 非常担心小米的生死 看着小米留给自己的卡片 决定就算有一丝丝希望也要去救他 于是把警察局搅得天翻地覆讨了出来 这些行为引起了警察的高度重视 在警局档案里面 竟然查不到这个人的资料 终于经过特殊手段之后 才得知此人叫做车泰西 是情报特种部队的成员 在执行任务期间 由于怀孕的未婚妻被仇家杀害 大叔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从此过上了隐性埋名的生活 此时的小米被杀手带到了蚂蚁窝 让他们来贩毒制毒 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再贩卖他们的器官 为了能救出小米 大叔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之前联系老二的手机 顺头摸瓜找到了出售人体器官的作坊 大叔起身前往夜总会 找老二的弟弟 在电梯里面老二却认出了大叔 立刻给弟弟打电话 用暗语通知他离开 此时的大叔已经在卫生间 和老二的小弟打了起来 在小弟口中 大叔得知 小米在蚂蚁窝还活着 这时候杀手在解决了老大之后 掏出枪对着大叔就是一顿打 即使有小弟做挡箭牌 大叔还是中了弹 大叔想上车继续追击 身上的伤却让他力不从心 随后大叔找到自己的战友 进行了简单的手术 取出了子弹 在短暂凶养之后 大叔剃掉了头发 留起帅气的板寸 搞了一把枪 只身前往拯救小米 对抢来取毒品的小孩一路追踪 顺利找到了老二的制毒点 大叔打倒守卫 救出了孩子们 用弟弟当人质 希望能救出小米 作为黑社会头目 老二自然不能咽下这口恶气 决定挖去小米的眼镜作为回报 小米被绑在手术台上 即将要被医生挖去眼球 杀手看到后 脸上出现了一丝怜蜜 大叔也不示弱 点燃了煤气 弟弟和所有的毒品放了灰烬 警察也随后赶到 解救出被困在蚂蚁窝的孩子们 大叔一路追到老二的窝点 老二却向大叔抛出了小米的眼球 此时的大叔被彻底激怒 已经顾不上眼角的泪水 直接打开杀戒 老二的手下一个个倒在大叔枪下 大叔又在体验场围谷逃跑的老二 老二在车里得意的挑衅大叔 大叔隔着车锅里对他连开手枪 在老二的恐惧中结束他的生命 大叔一爆可是小米不在了 心灰意冷的大叔跪在地上 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听见背后传来微弱的声音 回头一看是小米 原来当初小米和杀手相处的过程中 感动了杀手 救了小米一命 在去往警局的路上 田泽节年亮了 大叔给小米买好学习用品 嘱咐他要好好活下去 在两人的拥抱中结束 在两人的拥抱中影片结束 大叔用一次次的生死行动 来证明对小米父亲般的爱 此时的小女孩对大叔来说 已经是这辈子可以继续守候的亲人了 虽然结尾的转折有点牵强 但是生活本来就需要希望